佩琪 佩琪 聽到支持者呼喊加油 客聞著夫人陳佩琪 身身一鞠躬 嫉妒勢淚 沒有鬧雙十國慶 在捷運新門站開掌 浩州首草 陳佩琪前陣子才到土城靜坐陪柯批 這回同樣不缺席 我們司法是公平正義的話 請還給救人無數的柯醫師 請還給我的先生 請釋放他 高海還我老公在質疑司法不公 不過看看原本民主黨文宣 寫的是司法正義反對廢死 但聽來聽去一樣是挺科大會 不止多名立委輪番登台 網紅館長陳之翰也現身 民進黨要把柯文哲打死的原因 他不死 你們怎麼回得去 我們一起等 等柯文哲從土城看守所回來一天 賴清德 手握著國家的權力 追殺他政治上面的競爭對手 黃國昌剛才原本想像十幾年前一樣 到凱鬥抗議 但他壓抑情緒 想到主席在 就會希望他們去國慶大典 不斷提起柯文哲向小草溫情喊話 從上午穿正義T恤去典禮 下午又開掌 動作平平 節目了吳靖怡 失之以鼻 唯一能解決柯文哲現在的狀況 就是用司法對決司法 不是用政治對決司法 搞不好民眾黨不想要柯文哲回來 穿著這個衣服 是到這個國慶日的現場 對著柯文哲的空位置 可能也是在進行一場追思吧 吳靖怡 勸 別用政治對決司法 正義沒解釋清 恐怕只活在同溫層裡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暫層